好了 我们接下来下面的课程 那么第二讲就开始我们讲一下 海陆空和谐交易法的定义三者如何配合作战 什么是海陆空呢 海陆空和谐交易法课程是由斜波技术 趋势精神买卖点技术 以及指标的合理运用三部分组成 空就是通过斜波技术找出行情的一个拐点 航行反转可能性在60%以上 现在我们很多投者 像我现在经常是啥呢 经常就用斜波来判断如果航行下跌 哪个点位是有可能是反转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用传统技术 比如说跌破了一个跌破玩突破 现在很多人玩突破 跌破了一个横盘整理的下眼 赶紧进场吧 已经破位了 但是从上一级别一看 下边两三个点三四个点就是一个高胜算的一个反转点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场做空吗 所以说为什么有了很多投者刚进场做空 航行反转他不知道 这个就是通过斜波技术我们就可以判了出来 就高胜算的一个反转点 知道吗 那么这是空我们要学的技术 我们今天的全天基本是学这个技术 明天基本就是学这个精准进场点 这个买卖技术 路通过趋势技术 另方向用精准的进场点 战法精准进场 今天这个精准的进场点 战法精准进场 就是我们之前的 他学的黄先生也学过 这个胡先生也学过 就是我们之前的 日内转业复利密码精准课的里边的 一个精华课程提炼出来 有一些我觉得不够精华 我就把它抛掉了 就留着最好的东西在里边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第三个就是海陆空的海 就合理的利用海军一号 跟四号指标加大进场的一个通风率 这里边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常讲技术 有很多投手学员说 老师你也不讲讲指标 那么这次的话 我们又把指标进来了 就三个技术结合着去做 让我们每次进场的成功率就更大 知道吗 单一的技术不行的 比如说有的投手 就是黄先生也是经常问我一些 太微观的东西 老师这个钻斗大招 那个为什么失败 但是你光看五分钟出现钻斗大招 你没有看六十分钟是什么形态 你没有配合着一个 其他的一个因素 或者同类品种 打几方 罗文五分钟是钻斗大招 那么我们一看 热卷 铁矿 还是上涨行情 那你能做钻头扎刀吗 它不顺势啊 是不是啊 罗文铁矿在上涨 即使 罗文铁矿在上涨 热卷出的钻头扎刀 它也很难跌下来 是钻头 但是我们一看其他的品种都在上涨 是不是这道理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去 就是整体是降下的 我们做空单 那么钻头扎刀也好 任何战法也好 绝对是胜算大的 整体是上涨的 我们做多的一个 做多的一个什么一键三调查的 那么这进场胜算也是大的 一定不要跟整体的行情去违背 那么首先我们从空 斜波技术来讲解 空主要是由斜波技术来组成的 这道课程都会讲哪些斜波技术呢 这些地图实战中对交易有哪些方式呢 什么是斜波交易及特点 神奇的斐波纳契数列 这是我们要学第一个 什么是斜波交易及特点 还有神奇的斐波纳契数列 第二 趋势航行及正常航行的一个特征 还有密集护板护栏实战的一个运用 第三 ABCD法则实战中的一个使用技巧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 就是说你说有的时候老师问我们 说那个小智喊的指引是通过啥 这里面会讲到 就是其中的一个 是吧 AB冷于CD 到时候我们会讲到 行情软件参数使用工具设置 及使用的一个操作 到时候慢慢教给大家 而斜波技术特征 及XA行情确定的一个技巧 这里面大家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明白这是什么 咱慢慢的一点一点给大家去深入去讲 加上地形态 进场点 直送点 指引点的一个技巧 蝙蝠形态 进场点 直送点 指引点的一个技巧 蝴蝶形态 进场点 直送点 指引点的一个技巧 还有赛幅形态 进场点 直送点 还有指引点的一个技巧 因为这个斜波技术 它形态有很多种 但是其他的就是胜算不高 还有出场 出的频率不高 包括我讲K线理论的话 可能K线组合有70多种 但我不会给大家评讲 没有必要 知道吗 有的经常 有的可能天天出现 那这一定要讲 有的一年都不出现一个形态 我给你讲什么呀 讲完反而你不知道轻重了 我们就挑重点中的重点 给大家去讲 知道吗 你想把所有的技术学会 是不可能的 西国技术 将然到日 红尽海归 波浪 太多的技术 你全学会 反而对你的交易没用 我们就把在实战中 有用的东西拿出来 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 就OK了 学东西就学经 学东西就学经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做厨师 就做几道主打菜 我这个厨师 我就做水煮鱼做得好 我就擅长做佛教墙 是不是 你不要说我南美丰盘全会做 土豆丝 东北菜什么都会 样样通 就代表着样样通 说你体育项目啥都会 你绝对拿不了奥运冠军 我就会画篮好 我拼完球都不会拿 我就拿到奥运冠军 是不是 我就会游泳 我其他 你让我长跑 我都跑不了 那我也是拿奥运冠军 我们目标是啥呢 一个东西做精 最后怎么呢 就是说取得的效果都是获利 是不是 空 企业国技术就是找高速货带航行的一个转折点 可以在一个周期里面找转折点 转折点得及进场 比如说我们在五分钟找转折点 也可以在六十分钟找转折点 可以在日线上找转折点 也可以啥呢 在中长期找转折点 五分钟找什么进场点 打个比方 最简单个例子 我六十分钟我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可能在康宁下跌 在十这个价位会转折 那么我到五分钟就做日内转线 就在十这个价位找机会进场去做多就OK了嘛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相互相乘配合嘛 六十分钟找个转折的点位 六十分钟 那么五分钟我就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进场点 就用这两个周期去配合去做这个东西 五分钟 比如说我们做日内交易 五分钟周期进场 那么就可以在六十分钟 或者是日线周期用协伯技术 找航行可能出现的转折点 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是恒指 因为咱们那个技术呢 就是说多少 什么品种都可以做 什么国内国外的商品都可以做 尤其这个协伯技术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 它是用于国外的就是外盘器库是更好用 更好用 知道吧 那么现在国内的话 现在目前来讲 这套课程只有我在讲协伯技术 知道吧 因为啥呢 因为我用的多一点 因为现在很多投资者 还有很多投资者 把国外的技术拉回来 就直接套 那么你没有经历过一些改良 就像打个比方 国外的汉堡跟咱们国内汉堡也有点味道不一样 它也要根据国内的口味去做 你去四川 重庆吃火锅 跟广州的火锅是不一样的 你在广州能吃火锅 在四川 重庆并并不能吃得了的 好辣好辣的 红油那么后续层的 因为它根据它当地的口味去做 那你把当地的口味硬扒到广东来 那肯定不行 因为广东这边吃的就是清淡一点 有点辣味有点麻烦就OK了 对不对 你就觉得好吃 但你到四川你可能就吃不了这辣 所以说这个协伯技术呢 我是通过在国内的一些期货交易中 把它改良的一些数据 在国内的商品中用得更好一点 所以说这样用来才好用 你硬套过来的话 很容易因为水准不服导致亏损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亏 哎呀为什么国外用的那么好 为啥我就用在国内期货用不好 因为你没有根据中国的实际的航行走势 进行一个改良 理解吗 那打个比方 这航指数分钟的 跌破了前期的地点 那么跌破了前期的地点 能不能进场做空啊 你传统技术完全是可以进的了 完全可以进的了 那么 我用那个跌破技术 这是一个赛福 到时候慢慢都会给大家讲到 这赛福 我赛福图形我一算 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转折点 那这个位置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位置 去进场做空了 为啥 我这个位置一进场做空 刚到这个位置 就可能航行打到这个位置下不来 就反弹了 这个位置我一般做这种的话 如果我通过这个谐波判断这个是转折点 我一般这块跌破前期的地点 我不会做空 知道吗 我会等到它到这个低点 这个位置叫低点 一会儿 这个位置叫低点 我会等到它到低点位置下不来 反而我用这个谐波技术 在这个位置进场去做多场 懂吗 这就是转折波技术的好处 能判断高胜算的一个反弹点 大家先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给大家讲转折波的一个原理 你首先你要学对技术 是不是要知道这个原理 这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个低点 一会儿会慢慢给大家讲 而且会教给大家怎么判断 这是X4A行情 还有A到B行情 B到C行情 C到D行情 慢慢给大家讲 现在大家是一筹务士 但是通过我的今天的课程 大家会明白很多东西 这个也是罗文的 这是罗文的四小时的 这个也是一个谐波 X点开始下跌到A A反弹到B B再下跌 再反弹到D D就是一个高胜算的 行情的转折点 那你如果是这个 举个最简单个例子 这个如果你要吃亏的话 很容易 为啥呢 哎呀 行情你看下跌之后 前期出现了这低点 哇 好像你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 突破了前期的高点 赶紧进场做多吧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这做 很正常 因为你不会斜波技术 你在这位置进场之后 其实要我用斜波一算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压力位 知道吧 我如果到这个压力位低点的位置 如果上不去的话 我反而会在低点处去做空它 这就是拐点交易 知道吗 拐点交易 它跟我们传统记录 叫顺势交易 还有点不同 但是它记住一点 顺势交易也好 拐点交易也好 都是有依有据的 知道吗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打到这个位置上不去 正好就打到这个高胜算的 转折点这个低 一路暴跌 你还不知道呢 你可能刚进场做多 哎呀 我进场做多了 突然间一冲 你压下来了 因为这就是协国的一个高峰段的拐点低 明白吗 我这也都给大家讲一下 快速的讲一下 这个也是 行情上涨 完了 从X到A 完了回调 回调 回调到B点 那B点再上涨 再下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个判断 这波下跌的 为啥有的时候 我经常有的时候 就像小智 老是问我 其实小智有很多单的 也是我这边给参谋 是吧 他有的时候 单的发的之前也会问我 说白老师 你看这几单的 我是要怎么做 他的前期的指引位在哪 我会给他做一个参谋 我参谋的一个指引点位呢 很多时候用通过斜波 斜波来参谋 我用斜波记录一量 前期的点位在这个位置 可能是156366 我就会说 处置尽量做空 前期第一个目标位 就这个位置 我会给他去做这个 去做一个指导 明白吗 所以他有时候拿不准的话 我会通过这个记录 去给他做个指导 OK 这是斜波技术 那么价格就打到这个位置 下不来 我就会通过这个斜波技术 在这个位置 你下不来吗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 反而我去做多 那么价格打到了这个高峰 的反转点之后 如果出现了底部的 比如说垂头线 底部的双顶 双底 或底部的一个 上了一个一键三标 那么我们就可以再通过斜波判断转折点 再通过我们传统的记录 K线反转 还有战法 就这个精损进场 是不是就斜波跟传统记录一个结合 拐点找到了 拐点我找到了 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拐点 那价格真到了第一点 这位置下不去了 我是不是用 在用我传统的 比如说一键三标 底部垂头线 或者是刺激 刺激空荣铁锤 是不是都是我们书人也讲的 或者听过语言课程 也讲过这战法 那是不是配合着去做 结合技术 配合着我之前的一个传统技术 它俩结合着去做 让我们胜算更大 当然这个慢慢采摩 你想通过三千把这个学好 这个不现实 所以说有很多学员一来 一问我就问的 当然我认为是很单词 很幼稚 说白老师给你三千 会不会稳定获利 不会的 什么技术都要慢慢做 可能这些图形 就是你找 每天练着画 你可能都要画三个月到半年 明白吗 那么 斜拨技术就是找高胜算的 航行的转折点 航行成立反转的可能性 在60%以上 斜拨技术可以单独使用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和趋势 精准买卖点技术 以及指标配合使用 知道吗 可能我这个结果技术 我在这判断了一个高胜算的反转点 我可以在这就挂一个什么 挂一个桌单 就在低点上挂桌单 这就是单纯的用结果技术来做 我也可以通过桌单 老师我在这个位置又通过传统的技术 什么刚才我讲过那些技术 来进场做 这就是可以配合 也可以通过指标来配合进场 单独使用也可以 配合使用也可以 这就是它的灵活性 那么斜拨图形不一定天天出现 但是精准的进场点 战法会天天出现的 我们以后交易的过程就是啥呢 在寻找精准的进场点的机会 但没有的时候 没航行的时候 我们在闲下来的时候 就画图 就画斜拨的这些图形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我现在每天是这样子的 每天无聊的时候 你没航行 看一下 比如说像化学波这么画 给大家演示一下 化学波 自动吸附的功能 这个以后会给大家讲 自动吸附功能是啥呢 一点到这 它就 这个十字形 看完这个十字形 我这顶的十字形看到没有 这十字形看到没有 它就会自动吸附在最低点 懂吗 这是低点高点 这就是我们输成 x点到a点 回调的 这是b点 懂了吗 这是结果我们第一出先画出来了 但是这个要有根据的话 不能乱画 知道吗 这就是先教给大家 先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么出现了这个 这个被画 这是x到a a到b出来了 然后再从b到c这样画 那么这个时候从图形一判断 就可以判断 b点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判断点 这是b 明白的意思吗 有可能是它打到这个位置往下跌 有可能就跌到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是有意有据的 现在大家只是知道就可以了 依据什么呢 比如说就用这个了 这个化学工具 这个就是黄金分割率 知道吗 这个里边的值没有设置 等一会儿我会给它设置一下 重新设置一下 咱讲个 那么我就可以判断 这次上涨中的回调是多少 是百分之多少 我们看一下 上涨中的回撤 它回撤到50% 是不是 那50我们就会对应的 比如说这是蝙蝠 这就是个蝙蝠的 蝙蝠它会对应的这个低点的位置 在什么位置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互同 我们就知道了 我给它删掉 我慢慢教给大家 这很好玩的 做其一会儿其实很好玩的 你要慢慢研究 那我就可以简单判断 这不是下跌 如果同还在下跌 那么它可能一个跌到反转点 可能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低点 就是237707 为什么 慢慢给大家讲 我先给教给大家 每天做什么 懂吗 日间是不是懂 没事就化 没事就化 比如这个 这个不想化 行不好看 我们不化的 还有我教给大家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讲 怎么化 什么图形是可以化 什么图形不可以化的 明白吗 日间可以化 60分钟一样可以化 5分钟也一样就可以化的 知道吗 5分钟也一样可以化 当然5分钟化 我们就是时间太短了 天天化得太频繁了 我正常只化日间跟60分钟的 是吧 因为我日间化完之后 打个比方 我日间化完之后 是不是我就知道 这个高速算的繁盛点 这个位置了 那么比如说 航行 我60分钟进场 做空单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会小智问 我说白老师 就是我们铜啊 做笔空单吧 做笔空单 那个 卧帆空单 吃仓2到5天 看到我们吃日包 或者我们群里都知道 一般空单 就是60分钟持有 吃仓周期2到5天 对不对 都了解我们套路了 那2到5天 那么第一指定点位是哪里啊 我就告诉了 第一指定点位 就是这个位置 这就是根据 企业规则来判断的 懂吗 这个慢慢给大家讲 就化 没事就化 比如说这个天天 你看我没事 我就在软件前就滚动 看看有没有可化的东西 并不是说所有的 记住啊 并不是所有的品种 每天都有的化 知道吗 并不是 要有非常特征 比较明显的啊 明显的 这些 看一看 这个也可以画了 怎么画呢 大家不知道 老师怎么画 还这么难 稍后会给大家讲 下跌 x点到a点 a点到b点 b点之后呢 从b点到c点 c点到b点 这个就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这个螺纹到顶了 这个螺纹我之前告诉了 螺纹你发图就是这个 我说已经基本到顶了 螺纹的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高层端的转折点 懂了吗 一会儿还会给大家讲啊 这个一慢慢给大家 那个渗透的去讲 这个 依次它的第一转折点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护板 什么叫护板 这就还是 还是螺纹的护板的一个位置 什么叫护板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啊 一定记住啊 慢慢渗透给大家去讲 一次让大家讲的 好了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啊 就是没行情的时候 或者是停盘的时候 叫三点多收盘了 没人去画一画 越画的越多 很简单的画法 慢慢渗透给大家去讲 好 鞋挂图形呢 不会偏偏有 但是金属的买卖点偏偏有 比如说K线的一个理论啊 还有我教会给大家讲十个战法 这十个战法是我在 我觉得啊 就是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那个钻头扎刀啊 空中铁锤啊 还有还有那个 就书干呢 这些大家都看我的课程 还有看我的书的话 有的都知道了啊 但是书讲的都很笼统 咱们是经讲 今天大家来学的嘛 就给大家讲到点子上 还不能说按书上 书上是它的版面有限 只是笼统的讲一下啊 此部分呢 我们都学习路 我们都学习哪些技术呢 路通过趋势技术 定方向 用精准的进场点 战法 精准进场 高正算买卖点 K线进场技巧的一个止损 止盈的一个设置运用 知道吧 还有这就是我们书生的裸费交易 裸费交易 很多投资者都知道 做期货做到最后呢 不是靠指标能够盈利的 做期货做到最后 就是裸费交易 知道吧 我们很多同行啊 做期货做得好了 基本什么都不看 就用K线 知道 但是这有一点偏面 偏面 有的人说 那是不是就只用K线 不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用K线 还要结合着均线啊 趋势啊 也要很多技术 只是说以K线为主 其他都是辅助它的 一个进场的 明白吗 所以不是说的 单独的我们用K线 什么都不看 连均线也不看 成交链也不看 我只看K线 K线为主 就包括我们 就说白了 我们上学 处理化 英语 这是主科 物理 美术 音乐体育 是不是也要上啊 那咱主科是啥 咱要知道的 咱吃饭 光吃米饭也能 也能饱 那天天你光吃菜 不吃饭也不行 什么主食跟副食 为什么叫主食啊 咱要吃主食跟副食嘛 第一我们要学的什么呢 就是高升算的 买卖点K线 进场技巧 止损设置的一个运用 第二波浪理论的原理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穴头五浪战法 品质战法 钻头扎刀 一箭三雕战法 空子败博战法 空空铁锤 刺激壁雷 大一娘战法 乘胜追击战法 出干操作法 就是咱们要 就是这些战法 十个战法 这个十个战法 我认为在我们实战中 我们之前学过 因为有很多学员 是参加过我们之前的课程的 今天课程讲了十八个 十八个 十九个 十九个 有情有重给大家讲 是吧 那现在这十个 全是重点 没有轻重的 因为我已经把所有的 就是不是重点的 全抛掉 就找重点的是十个 讲给大家了 那么 协调技术的止损止盈方法 技巧 趋势技术的止损止盈的技巧 刚才不是黄先生 黄先生跟问小智说的 止盈怎么判断的 这里面全部详细的讲 比之前的课程讲的 还有详细 知道吗 课程讲的比较笼统一点 那么既然是这个升级课 那么讲的就非常详细 协调怎么止盈止损 那么 传统的趋势 经测满过前 怎么去止盈止损 交易趋势的判断 以及同类领头羊品种的判断 这个大家一定要会的 比如说我讲上去 最简单的例子 黑色系 黑色系 焦灭焦钻 罗文 铁方热卷 这五类是一类的吗 今天你做罗文多单 其他四个品种涨停了 你跟罗文不涨不跌 是不是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其他品种都涨 因为我买股票 同类品种好多都涨停满 我买这只股票 半死不活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里我就教给大家 为什么你选择的那个品种 选择的那只股票 它涨不起来 它为什么是弱的 你为什么不找那个墙的 那你说我不知道啊 当然你不知道我教你 是不是 我在教你 今天学的就是这里边就有 我教你哪个品种墙 比如说就像贵金属是 黄金白银 两个品种 今天买黄金涨了五个点 你买白银涨了一个点 你不知道为什么 黄金涨五个点 白银只涨了一个点 是不是啊 那你一定要知道 它里边哪个 当然这个技术呢 不是说绝对的 老师你教我这些技术 是不是我选择的白银 它肯定是要涨五个点 也不是的 但大概率 通过这几种方法 选择的这个品种 在同类中会脱颖而出 懂吗 会脱颖而出 并不是说 咱们做期货技术呢 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包括我教给大家的技术 老师你这技术 胜算是不是百分之百 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一般一种技术 当达到百分之六十 都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做期货记住 做期货呢 期货交易呢 单纯从技术上来讲 它不是说靠高胜算 就能够稳定获利的 你有个投资者 打比方投资者A 他做十次交易 九次盈利 一次赚一千 就一次亏了两万 这是稳定获利吗 是不是 我们俗称叫小鸟吃食 八千八十 每次赚一点 赚一点 连着赚九次 哎呀赚了九千 一次亏了一万块 这叫稳定获利吗 是不是高胜算呢 百分之九十的胜算 所以说做期货 不要有的投资者包圈 一上来就问 老师你们那个技术 胜算有多少 这个就讲的 问的太幼稚了 知道吗 做期货呢 如果你稳定获利 单纯的从技术上来讲 一是要讲究一个高胜算 第二讲究的盈亏比 举个例子 我的胜算只有百分之四十 我十次交易又是止损 一次止损一千 那四次只赢 一次赢率两千 你算算我这十次交易下来 是赢的还亏的 我六千块钱的止损 八千块钱的盈利 八千奖减六千 是不是还赚两千 其实做期货 你说的没错 做期货做的概率 就是这种概率 就长期去做 我们不能说 单纯从一几单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好坏 所以说为什么 期货十八大赛 一定要是半年呢 我之前讲了一个 一个一篇文章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新书的 我新写了今年的 这本书的去 我讲了一个 三天盈利靠运气 是吧 三个月盈利靠智慧 三年盈利靠理念 知道吗 最终的话 以光有技术是不行的 知道吗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 那么既然讲到期货了 期货的价量仓的一个配合 那是一定要学的 做期货一定要价量仓的 价格上涨的动能来源于哪里 有的人说 我用指标来做单 指标是滞后的 为啥滞后的 指标是看着价格的脸色形式的 价格上涨 出了一个进刹 MED KGJ 价格下跌 都跌几个K线了 好了 再出了一个词 是不是这个 那么指标 那个价格的上涨 是指标决定的 不是的 是量能决定的 我们股票 一支股票想上涨 必须有啥 资金进入 资金是什么 是不是量吗 价型量先 是吧 价格要想上涨 要有量能先推动 没有一个品种没有量 再有个推的话 它很难上涨 尤其期会 是 一个品种想上涨 如果你发现 如果你发现 一个品种 它要想上涨 如果是持仓在减少 成交量在减少 很难上涨 但是有一种条 也有特殊情况 就是啥呢 在换月的时候 换月 换月 比如说05合约变成06合约 那么05合约肯定是减仓的 减仓减量的 变成06 那你差06合约肯定是增仓增量的 那这也是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周期 特殊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大部分基本是下涨量增 有量才能上涨 明白吗 那么还要学查呢 就是期货赢家的理念 咱们第一解释就讲了 以及如何构建自己的一个交易系统 这个会给大家去讲这个 交易的最高境界 裸K交易 K线技术是期货交易之根本 不会K线技术就如同我们学语文 不会学P音 学英语 不会学音标一样 知道吗 你学的技术再选 什么江安道日浑浓海贵 你学这些技术 首先你要把K线搞好 你K线不好的话 你就等于说白玩 我们P音基础不好 音标基础不好 你觉得语文跟英语能学好吗 是不是啊 一定要有基础的 所以说为什么说小学是打基础 小学你基础很差 去上初中上高中 你还是学姐姐吃力 你地基都盖不好 是不是 你地基都没盖文 你说你楼盖多高 不都很危险吗 不一样的吗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 回去呢 我不推荐大家学很多书 因为现在技术太多了 一说经典的都十几种 不希望大家多得学的太多 经典的技术 就是一定要学一个 就是K线理论 买一本K线理论的书 你不要说下载电子版的 说老师电子版的有提前性 像我现在这么做了几个二十年 我还没事要看K线理论书 为啥 K线理论加形态的话 K线理论的 K线组合呀 大概有七十多种 我并不一定才能记住 包括期货商品 你问罗文 这些就比较常用的 就是它的一个代码 我知道 现在期货的品种也几十个 很多代码 我做了二十年我也记不下来的 是不是 我并不一定说 把所有这种东西记下来 像K线理论也是 七十多种 我做二十年我也不能说全背的很好 包括我们上小学学过的文字 你汉字你觉得你全能记住吗 也并不一定全记住吗 K线的课程 我们讲这几种 贴头线 最近之星 好友反攻 曙光出现 拒织东升 乌云盖点 清门大雨 翻转过脚 蹭完六甲 我就认为目前来讲 这些在子弹中频率出现的最多 而且出现之后反转的可能性最强的 强中强给大家拿出去 当然其他的几十种 你也要去慢慢的去学习一下 知道吗 我不可能今天老师有讲课 我给大家七十多种K线组合 我全给大家讲 这三天讲一个K线 那么不当伤大家时间吗 最精华 最好用的 拿出来给大家讲 经典的K线繁组合 在实战中的运用 如何配合结果精准进场 这是我们需要学的东西 就包括这个位置 达到比方 这个位置 K线的比如一个繁组合 好友反攻 是吧 这就是一个好友反攻 那么 这个 暑光东升 这个是 蓄力东升 这个位置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K线的组合 在这个位置反转点去进场 明白吗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这个 那么这个位置 十种高正钻 精准进场点 像这个瘸子五浪 这个倒是都可以给大家讲 为啥这个位置进场 知道吗 这个瘸子五浪 才配合着一个K线的一个形态 这就是变异的锻头扎刀 有的时候一个进场点 是几种技术点的一个结合 知道吗 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战法 切瘸子五浪 这个又是我们K线组合的一个 精准的一个进场点 还有配合着什么趋势 还有均线 还有包括斜波的一个反转点 几种技术的结合点 集中在一个点 集中的越多 这个点反转的可能性就越大 理解吗 一定记得这个 一定记得这个 这个 这个长城追击 长城追击 我们也会讲 这是新的 长城追击 也是胜算比较大的 这个也是空中铁锤 空中避雷针 这个是啥呢 就是一个断头扎刀 加上一个设计之星 胜算非常的大 两种的 两种的一个航行反转的 一个结合在一起 那它的胜算是非常的大的 大家慢慢学 像交易方向的判断 及同类领头羊品种的一个确定 刚才在我们公司 在公司 上面公司 看了小智把他那些电脑全打开 总共他前的 大概是平时六台电脑 那你看到了吧 他每个屏幕基本都是这种处理 同类品种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这样子 是不是这种的 你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同 比如说你问我 怎么判断这个同类趋势 一看 这个金属的趋势 那都是以空为主 六十分钟前往下 那我们是不是在五分钟 找点去空它 是不是一目了然的 同类品种往那一摆 有的偷水 有的去我们工作室 我们工作室的屏幕更多 一面墙 全是这种电视 可能有八台电视 全是屏幕 有的说 那你们用了很多的一个必要 要我们不知道的软件 一些那个程序 不是的 其实我们墙上的所有的电视 跟电脑 都是一个 作为一个监控的一个 一个作用 知道吗 我们就是所有的品种全放在这里 一目了然 一下跌 全下跌 一上涨全下跌 上涨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一类品种 是向下跌机率多 还是向上涨机率多 对不对 这个给大家去讲一个这个 如果快速找出 同类品种的领头羊 这是我们要讲的 还有就海军一号跟四号 这两个指标 这两个指标是我编的 完了在实战中的一个运用 实战中的一个运用 也会给大家讲 这里只告诉大家 知道就可以了 三种如何配合使用 我不讲了吗 这个拐点低 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价格打到这个位置 比如出现了一个涨机之星 我就可以做了 最简单的 涨机之星出现了 然后这个位置 再来个钻头扎刀 我也可以做了 对不对 这就是啥呢 斜波配合啥 斜波配合传统的一些精准的战法去做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 三种如果这个位置 比如说出现了一样 三三线 就一键三雕啊 水轴线啊 空中铁锤啊 等等等 咱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这个位置了 是吧 现场就做多了嘛 这都位置是吧 这个是虚拟东升嘛 配合着去做这个 好 这些三者如果配合啊 如果配合 像这个指标 那么 咱们会到时会给发给大家 免费发给大家 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个是个建顶信号 那么当出现了建顶信号之后 再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反转点 比如说出现了一个顶部的设计之星 或者是行情反转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指标再配合着反转 来进场去做单 知道吗 价格下跌 跌到这儿出现了一个建顶信号 那建顶信号再配合着我们 比如说斜拨的一个低点反转 或者是传统趋势的底部的一个 进场的一个做多的信号 那么是几种配合着去做 胜算就大了吗 是不是 指标配合着传统的 配合着斜拨技术 三者结合着去做 让我们胜算更加大 那么本节课程 就是一套面图课程 现在可以学两种子弹技术 并且两种技术都可以单独使用 或者配合使用 空军也可以进攻目标 海军也可以进攻 陆军也可以进攻 但是可以配合着进攻 如果胜算就更大 海陆空结合着就轰炸 那么就胜算更大 你单独陆军单独海军 它有每个的一个局限性 同时永久使用两个内部技术指标 来配合两种技术进行买卖 让我们的新厂更精准 让我们的技术更专业 好 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里